一样都睡不着 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 每晚十一点 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我不是没上来 欢迎可以 实施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 我是小元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 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 欢迎张燕 各位听众朋友好 没有听到 那我们还有一位嘉宾 顾颖穷不是 他还没有进来 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的 那个加入我们 那我们在他进来之前 那我们就先讨论 那个张燕 你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 想跟我们一起讨论的 最近话题比较多吧 我觉得都可以 像比如说像 这个英国王妃 王妃这个 你看了吗 我没有全程看 我看了一些片段 那这个他的他的点是什么 他是 我我也看了一下 好像他说 是王室里面有人 自己说 他们的小孩 不能代表英国 是吧 因为那个梅根是 混血啊 他不是百分之百的 那个黑人 他是一半 一半黑人 叫他父母是那个 有一方是黑人 对吧 对 他有一方是黑人 嗯 所以呢 这个就引起了一些 那个 好像种族歧视的一个 一个好像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好像说王室里面 有这个种族歧视 但是 嗯 另一个方面就是 我想英国 对这个王 王室的血统 可能一直是 要求挺高的 以前就是这样的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新闻呢 第一呢 是基于美国人 对这个英国王室的 这种好奇心嘛 因为毕竟很多 这个美国人 一开始都是从英国过来的 这个国家的 等于这个 原来就是英属殖民地 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英国王室的 无论是 内部新闻也好 画边新闻也好 或者说像这种 严肃的 这种政治新闻也好 大家都还是比较感兴趣 那这个 前王妃嘛 因为他们确切地讲 现在已经不是 王子跟王妃了 因为他们已经 彻底脱离了这个 王室的身份 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但是 还是有很多人 对他们感兴趣 所以 所以说这个 这个电视台好像 就是出了800万美元 是吧 后来就是卖广告啊 或者是 各种操作 就是挣得盘满 拨满啊 这个 这个收出力 还是蛮高的 应该是好像 对 他收出力应该是最高 在上周 还是一个时间段里的 对 嗯 这个 我们对英国王室了解的 也不多 就是英国王室 名人也挺多的 就是 但是负面的 那个新闻也很多 比如说戴安娜呀 以前就车祸身亡 然后那个 查尔斯王子 一直 一直想当接班人 然后这个 伊丽莎白女王 就是不退啊 然后 基本上就没戏了 对吧 然后自己老了 他现在已经 已经就是 承诺就是 即使是 这个女王 如果过世的话 他也不再 不再当给国王了 应该是直接传给他的 那个 后代 那个孙子 应该是 嗯 他那个 呃 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戴安娜生的 对吧 对 嗯 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 这个倒是一个 一个 可以说是个花边新闻 然后 没有 我觉得不 不单纯是个花边新闻 因为我觉得 虽然他作为一个脱离王室的一个 钱王妃跟这个 钱王子嘛 呃 他受到了 也这个 社会的关注 但是他 这个关注 他不是 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花边新闻 更多的他 我觉得他揭示了两层 呃 两层 一个就是这个 英国王室的这种 陈旧的观念 或者陈旧的传统 对于 呃 嫁入他们这种 就是这种王室的这种 贫民的 王妃 贫民的女子 呃 有众多的这种 不公平的这种 现象 从戴安娜开始 到现在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钱王妃 就是这种 不公平 因为他们在 那个 在那个 采访过程中 实际上不断地提到 戴安娜 给当初的 一些 一些 际遇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当然就是 种族歧视 这个问题 他虽然没有点名 而且他 声称是 永远也不会 说出来 是王室的 哪个成员 去探讨 这个肤色的问题 就是猜测 他的孩子出生以后 这个皮肤到底是黑的 还是白的 到底有多黑 那这种黑的程度 会不会影响到 英国王室的形象 甚至是 不会给予他这种 王子的这种称号 我觉得这两个层面 还不是一般的花片型 还是比较严肃的 这种政治型的 我觉得 因为毕竟 英国的这个 BLM运动 也可以说是 虽然没有 美国那么猛烈 但是在 西方社会里面 他们的这个 这个影响力 还是蛮大的 现在这个话题 出来之后 不知道 对英国王室的打击 到底会 会到了一种 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其实是 大家更关心的 一个 我 我 我其实蛮关心他们 因为他们 以前 是 王室成员的话 就吃喝不愁 然后 现在出来之后 就是 相当于 被扫地出门了 就是 所有的 待遇都没了 然后 这个 开销是 不低的 然后 他们靠什么生活 但接受采访 是 谁想拿八百万 这个也够了 采访一下 八百万 没有 我觉得 实际上 王室的 待遇呢 本身 他就是一种荣誉 他是一种荣誉感 他并不是说 真正的能够 获得多么 令人羡慕的 这种 奢化的生活 其实也不一定 那作为 他们脱离王室之后 就是 凭着自己的能力 然后去 获得一份 体面的生活 我相信 应该也不是问题 可以说是 新时代的灰姑娘 对不对 对 美根 对啊 包括他 那个 丹娜王妃 也是 当初也是以 灰姑娘的形象 进入了王室 平民 对 他主要平民的身份 但是他们在 在他那个层面 找到 那选择的余地 太小了 如果不 不向平民开放的话 对 你如果按照 以前的传统 都是王室找王室 对吧 然后英国的 找荷兰的 荷兰的找法国的 德国的 就这几个王室 串过来串过去的话 那肯定选择面 太小了 嗯 他不符合社会 现在社会的这种 这种 文化的这种范畴 对吧 因为现在 世界都是平的 对吧 每个人相互接触的机会 都非常的大 不像以前一样 以前的平民 根本就介入不了 他们这种王室的生活 美国 美国通过了 那个新一轮的 应该是第三轮吧 就新冠的疏控法案 1.9万亿美元 然后 张远鼎 对这个法案 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法案 应该算是 众望所归嘛 因为这个 在川普下台之前 这个法案就在进行讨论 也是一波三折 因为美国的 疫情 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这个普通老百姓 也确实是在等待着 这笔救命前 所以说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 太多的这个 虽然一波三折 但是呢 这个法案迟到会通过 只是怎么通过 然后距离 多少钱 它是 它也是减少了一些东西 就是 至少拿掉了三个 因为本来是想搭顺风车的 一个是 全国的最低时薪 就是从7.25美元 涨到那个 15美元 这个就是翻了一翻 还要多 这个这个是一个 那么 再一个呢 就是失业补助 就是 就是第一轮的时候 是每周600美元 那第二轮应该是 第二轮应该是 那个的 延的 延长的 延长到三月底就结束了 然后呢 第三轮呢 就是共和党一开始 想要值给200 然后呢 民主党呢 想要400 后来 讨教还教 就变成300 就是 但是比第一轮是少了一半 这个是 那个 呃 失业补助 然后呢 对 还有一个就是发支票 就是那个 呃 1400美元的支票 就是 什么人是没有 就是他就递减的比较快 就是呃 年收入75000美元 因为单个人啊 就是呃 单身的呃 就是有呃 就是1400 都有 但是到8万 就就差5000块钱 到8万就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8万以上都没有了 也就以前一开始的 一开始的版本是那个到10万嘛 呃 也是这就是他就让一些人就拿不到 就是呃 是不是通过通过这么地减的快的话 是呃 一些人拿不到的话 就省一点钱 不知道有可能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法案的通过 肯定是 可以说是集思广义 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呃 思考 各方面的这种呃 探讨都探讨的意见都参与进来 然后使这个法案更加的 合理吧 比如说我觉得像那个15美元 那个最低吃心 这个事情民主党还是 步子有点慢的有点太快了 呃 因为虽然说把这个时间呃 把这个时间调的比较高 这是民主党一贯的政策 但是呢 他这个 他这个也投票了 后来就是 有八个民主党的就是加入共和 加入到共和党那边了 所以就被弄 五十八票反对了 五十八票反对就没办法了 只能只能反对掉了 因为这个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美国的经济说句实话 现在面临巨大的问题 对吧 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身边的一些小生意 我们平常 呃 喜欢的一些小商店 或者说一些小馆子 呃 都已经 消失了 而且我相信这个消失 应该不是临时的消失 应该是拥有性的消失 因为有些资金耗干净了之后 你赔光了 就是你不会说再再弄一笔资金 然后再回来继续做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把实心 呃 提高 尤其是你可能在我们西亚族那边 可能还稍微的看不太出来 因为本身我们的实心就不低了 那在一些中西部那些地区 对吧 那些小商业受到冲击更大一些 那这在这个时候 你把这个实心调高了之后 那对于这种小商业的打击 是非常大 我觉得是非常不适合的 不适合的 现在 嗯 他还有一些别的就是 就是租金补租啊什么的 就是有的 有的人租房子 他就租不起嘛 然后一个是禁止那个驱赶 就是就是业主 或者说房东不能因为房客 呃 交不起房租驱足 嗯 但是就欠的钱还是要还的 就是还是 就是等到 就是以后 以后还要还的 有个还款计划 那么就是如果你付不起的话呢 付不起房租呢 可以申请 嗯 申请就国家给你付 这样子的话就是 这也是留了一笔钱 在 这有的房东他就是说 这个房子是分期付款 然后呢 就靠房租来付钱 那么如果收不到租金的话 这个 这个房子可能会被银行收走 这样子的话呢 房东也有一些那个不足 所以呢就是保护房东 跟保护房客的这个钱 所以这些都有 对 他们现在就是相当于用这种资金 用印钞票的方式 或者说借债的方式 让美国的经济 整体经济 和以及微观经济上 能够形成一个 怎么说呢 就像把它暂时封冻住 就是保持现状 谁也不要垮 对吧 个人也不要垮 小企业也不要垮 但是我觉得 这种计划 其实很像 很像这个社会主义 很像社会主义 或者说很像计划经济 至于能不能最终达到 这个目标 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在探讨的 其实你说的社会主义 其实 中国应该是仅有的 或者说全世界 仅剩的两三个社会主义 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是一分钱没法 美国这个 其实西方这些国家 跟社会主义 我觉得是谈不上的 就是他们就是说 其实是更加人道一点 就是不希望有人 因为疫情 就是流离失所 或者说饿死 或者什么东西 所以都是人道主义关怀 我觉得政府能够发钱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个人 他就是要失业了 然后那要没有自己的房子 那他怎么办 那现在政府就相当于是系列 系列措施 对吧 就是说 就是给你失业 失业补助 那以前是每周就是 六百美元 一个月交两千四百多 那这里还不交税 对吧 这还是税后的 那么然后房租怎么办 房租你一申请了 政府给你交房租 你这个就已经 已经这个政府 已经照顾得无微不至了 可以说是 我刚才有点口误 我把社会主义一个词说出来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有点计划经济 就是政府去把所有人的开支 生活 他都在一个他的计算的一个 一个能力范围内 然后尽可能的去保持一种 一种状态 我觉得有点像计划经济 不是社会主义 但是呢 话说回来 我觉得首先中国不是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 他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中国政府也没有说他是社会主义 他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一旦加上中国特色 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是道老板 国家资本主义 对对对 但是他里边也参加了很多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种 内容 有国家资本主义 然后也有真正的资本主义 然后 但是就是没有社会主义 我觉得中国现在完全没有社会主义的那种 全民性的东西啊 或者说是 对于这个国家 社会主义这个劳动人民当家自主啊 其实这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就是社会的资本 有社会的所有资产 由全民所有 对吧 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的话 那根本就不叫社会主义 那我们进行广告 广告之后 新冠疫情期间 保持距离的意义 已经不同以往了 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 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 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 还有您自己的健康 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 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 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 保持联系的同时 降低风险 见面的时间要短 规模要小 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 并戴上口罩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 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周劳工和工业部 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 今天我们请到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 还有郭尹琼博士在外面等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进来 那我们继续讨论这个美国的这个 最近刚刚通过的新冠纾困反案 那个张燕你喜欢 你对这个反案 此欢迎态度吗 我谈不上欢迎 我谈不上欢迎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最笨的方法 就是不用脑子也可以想得出来的方法 对吧 就是今天借明天的钱 对吧 至于这个钱谁还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呢 这种方法呢 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就如果 这有点 我们就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 你过日子一样 对吧 你在困难的时候 你去借些钱 然后把这个困难 使去度过去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 对吧 你不能说家里人最后饿死 然后不管 那但是呢 你这个贫穷的状况 如果一直靠借钱去 去维持的话 然后你没有一个方法 去把他的这个经济水平 拉上来的话 那 负债 负债 自还 对吧 然后 最终这个破产 或者这个 家破人亡 也是难免 所以我觉得 我对这个 书贫计划 我说一句话 我不太感兴趣 就是有也可以 没有的话 好像 也没有说 差到哪里去 毕竟说你 对这个书贫计划 已经拖了 半年的时间了 从一开始谈讨论 然后到今天 开始彻底通过 那你说半年的时间 这个 没有 应该是没有 就是上次特朗普离任前 就差不多一月份吧 已经发了一批 就是六百美元 当时那个拜登说 应该发两千 然后那个 川普说 对 特朗普只想发六百 发六百 发太多了 特朗普省了钱 自己又拿不到的 这就省他干嘛呢 结果呢 就发了六百 然后这个 拜登 发太少了 就跟自己 以前说的话 就金口欲言 两千就两千 已经发了六百 剩下一千 所有也补上 这样子 所以就是 你发六百也好 你发两千也好 你发一千次也好 对吧 其实我们很清楚 你说那些钱对于 一部分人是确实是有救命的作用 对吧 他们 他们是算好的 就是说 你年收入如果低于七万五 那家庭收入如果低于十五万 那么发这些钱是 那个 很快就用掉的 很需要 这个选择是 雪中送炭 然后呢 但是你收入 比如说 家庭收入超过二十万 个人收入超过十万 那这个钱 给不给无所谓 所以呢 就他给他钱 他就存起来了 就是上次就是都算好的 所以有的人就说 那个 会不会提振股市啊 因为这个钱来了 我们这些钱就捐到股市去了 其实不太可能 因为七万五跟八万 到了八万就没有了 八万以上就没有没钱了 七万五 八万都都算是贫困线 拿到这些钱就刷刷刷 全部就 全部用掉了 没有 他里边 他里边有这么这么一个关键 他的这个收入 他是根据你去年的收入 就19年发的时候 他根据你18年的收入 那你18年 不是造你那个最近的 就是最最近多报的税 如果你2020年 那个收入是比19年减少的 那么鼓励你赶快报 然后呢 因为他这个总统签了字之后 就生效了 那最好在总统签字之前就报掉 这样子他就用2020年的数字 不然的话就用19年的那个数字 是这样子 对啊 就是我说 他这个数字有滞后性 你在疫情之前 对吧 你收入可能有十万 但是疫情一来了之后 你就说 比如说餐馆的经理 对吧 我一个朋友他餐馆经理 一个月就是七千美金吧 七千美金的收入 那也不低 你知道吗 那一千美金八万次就拿不到了 对啊 但是但是餐馆引导了 嗯 那你说他需不需要 对吧 一家的人 他如果有房贷 需要需要 他需要的话就这样子 就是 就是赶快赶快报税啊 就是进入系统了 因为这个 现在都看那个 那个国税局IRS里面系统 那个最近的一年 他完全照最近一年的数字来的 对 因为每个人的 实际上情况不一样 这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这种计划性的这种经济 政府认为 他能够把自己的手 伸到每个人的兜里边 去控制你的生活 是陷入贫穷了 还是能够挽救你的这种困境 但是我认为是 人的能力还是有限的 对吧 政府能力还是有限的 所以说这 他就是 他就是救急的 因为有的人就 穷人吧 你你真的给他 给个1400给600 真是就是 急的时候 真的能救命 跟你说 就是救命钱 是 我相信肯定 对一部分人肯定是 但是这个最终 能不能达到 所有的人 困难的人 都能够受到这个方向 或者说都 困难的人是 因为他是 他是以哪 哪个收入的 比比七万五 收入少的 低于七万五的人 你零收入的也能拿 这些全能拿的 你收入如果足够高了 高于八万的 就不给了 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倒是没有 一视同仁的倒是 需要的人都需要 当然不会 不会你穷的很多 你欠了一屁股债 就政府给你还债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事情 那你想像那个川普 一年纳税七百五十块钱的 这种人 会不会也得到 还真可能有 对 这就 还真可能给他杀 但现在就是那个 所谓的牛奶精 就是一个叫底岁 底岁额 主要就是一个小孩 以前是18岁以下 一个小孩就是 tax credit 就是两千美元 两千美元 如果你就是说 如果你不用 不用交税 也不会退税的话 有个小孩就给你两千 就这样子 但如果你如果需要 交两千块钱税 但是呢 正好有个小孩 就底掉了 就几岁额嘛 原来是两千 然后现在涨了 就是六岁以下的小孩 就是这个几岁额 变成三千六 三万 三千六 对 以前是两千 三千六的话 涨了很多 涨了百分之 都少 涨了百分之八十 对不对 然后那个 如果小孩子七岁到 十七岁之间的话 就那个三千块 就是这个 这个额度就涨了 对小孩子 这个我还 我还是蛮 这个 这个还不是 跟你收入没关系的 就是说那个 每个人都有 只要你有小孩 所以你加 川普的儿子 他的小儿子也会有 对 你三个小孩都有 所以特朗普 特朗普到就是上 不是 不是交七百五十块钱 所以就是 哦 特朗普 他交的税少 但他收入不止那个 不止八万的 所以他 他应该是拿不到 那个 他收入可能几千万 他比如说 我收入几千万 我跟那个 收入几千万 然后 你 你亏损几千万 他之所以交七百五 之所以交七百五 你是 他是应该是他的 首先他不 他不会从他的公司 公司里面去 去支出 对吧 他肯定是公司收入 LRC也好 或者各种 他名下的公司 公司的收入跟 亏损 他是相互抵消的 对吧 比如你 营业额 他只营业额而已 你看你成本多少 营业额一千万 成本一千二百万 那你就亏两百万 嗯 他交七百五 肯定是收入少 不可能收入几千万 然后 就是不交 然后交七百五 那是不可能的 他 他这个 他老福利 这个 他不是以前 以前那个有一笔 有一个什么 开一个什么公司 他就算 就算亏了 然后管 管十几年的岁 都不用 不用 那都是对企业吗 那都是对企业 我们其实 是还有 还有一个社会新闻 就是那个 宋丹丹的妓女叫 赵婷 然后她得了 金球奖 然后据说 她本来 她的 她的电影叫 无一之地 就 Nomadland Nomadland 本来都要在 国内排 排党 但是好像 撤党了 所以这个事情 也算是一件大事情 不知道张燕 有没有关注 这个新闻 我关注这个新闻了 这个片子 我在看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 是谁 具体是谁 我就听 反正有点印象 是一个亚裔的导演 因为我看新闻 当时还没有说 是中国裔 还是华裔 还是亚裔导演 然后叫什么名字 Chloe 我也不知道是 她好像 后面那个照都没有 我以为是个 韩国或者新加坡 哪儿的一个导演 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 对 我当时不知道 我介绍 我介绍给 让我老婆看的时候 我还说 好像是个亚裔导演 其实这个片子 还是真是拍的不错 真是拍的不错 我很欣赏 你在哪个地方看 电影院看的 没有 在网上 网上已经有了 那网上很早就有了 他这个片子 不是一个新的片子 他已经拿了几个奖 威尼斯的那个 好像金奖是吧 金钟旅奖好像是 对 那也是很难拿的 金钟旅奖 以前张艺谋 什么是拿过金钟旅奖 拿来不得了的 身家长几百倍 他这种文艺 文艺篇 在那边 更容易获得一些掌声 像金球奖 然后或者说像奥斯卡 实际上有点 有点市场化了 有点那个 这个市场化的一种 但金球奖跟奥斯卡 还是全球的那个 最应该是最高的那些 没有 已经没有比 比这个更 更好的奖 你看怎么看了 你是从学术方面 你还是从市场方面 还是从 这个 著名这个角度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角度 你知道吗 你看从哪个角度来看 从学术角度来讲的话 刚大还是要比奥斯卡 要专业一些 那我觉得像这个赵婷呢 其实他说的那句话呢 是我一直都比较同意的一个观点 就是 就是中国到处是谎言 到处都是谎言 我们从小是在谎言里边讲大 我都父母在 我觉得本来本来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人民日报是谎场万经 然后 前学生 前学生还是作为一个中科院的 这么顶级的一个科学家 认证了一下 谎场万经是可能的 你这些 这些不都是 这个谎言培养出来的吗 谎言还不怕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人嘛 或者社会里边都会存在谎言 我觉得中国那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还不是充满了谎言 而是以谎言为荣 你知道吧 就是谎言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我能够向你撒谎 你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那是说明我比你更有权力 你知道吧 你像那会赵高指鹿为马 对吧 他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比你谎想还要厉害 你知道 我指着一个 一个鹿 我管的叫马的时候 没有人敢站出来 反对我 你现在也差不多 现在 现在也一样 现在指鹿为马 谁敢站出来 那个呀 反对呀 说 不敢 不敢妄议的 不是吗 你敢吗 不敢妄议的 一样啊 你说在老百姓的生活中 对吧 作为家长 对孩子撒多少谎 都是正常的 我为你好 孩子撒一个谎 都不可以 对吧 那就挨打 或者说 那你要受到惩罚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中国这个社会 它不仅仅是谎言多 它是以谎言为荣 你知道吗 而且你 比如说家里 家里人 比如得了这个 绝症 癌症的 全家人都瞒着 对 一个人 他可以从 从得了癌症到死 他都不知道 这个事情 我对好多就是 海外留学生 就是说 父母当中的有一方 或者是方方死了 都不告诉他的 对 对对对 怕耽误你学业 对吗 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 我天哪 非常夸张 所以我觉得赵婷说这句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那个那个 我们欢迎一下 顾不是 顾不是 下来了 你是睡过头了 这家伙 天哪 那个 没没 我我我我再给人 那个写offer 没办法 嗯 你你你你你 你在招人吗 还什么 不是不是 就是那个买房子 房子啊 房子 房子 那不耽误你挣钱 哈哈哈哈 他只是突然出现 我们那个讨论的这个 这个事情知道的是吧 赵婷那个 呃 电影 得了金球奖的电影 有可能得了 他在中国撤党了 然后本来 我觉得本来那个宋丹丹在国内 那么多人 你这个 这肯定要火一把 对不对 那再运转一下的话 就是到处都拍片吧 对 而且那个电影 主要不是就说美国的不好吗 对不对 就是说 对啊 就是资本主义 万物的资本主义 美帝国主义的那个末路吗 对不对 对对对 中国人看得多爽啊 对 我主要是很奇怪 他那句话 好像是很 很久之前那句话 很久以前我觉得小孩子 这个叛逆期说什么话 你就算 骂父 小孩还要骂父母呢 对不对 父母也不会计较的 对不对 我觉得那没什么 怎么被挖出来的 知道吗 很奇怪 突然一下就把之前的话 给翻出来了 然后 然后那么多年前的事情 这也太无聊了 就这就叫人怕出名 都怕壮嘛 你如果顾 你顾博士 你一旦出名弄得 人人皆知的时候 你的黑料 这个 每天都是头条 跟你说 没事没事 我以前有人骂我 我就跟他说 你要能坚持在这样骂我 骂我一年 每天都骂一次 骂那么多字的话 过一年 我奖励你一千美元 当然基本上 人只能坚持一个月 骂一个月 你给的太少了 我都每天骂才拿一千美元 那是谁愿意骂 但是赵婷的那个片子 其实本质上来说 也没有什么新意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说那个片子 就是说资本主义 有些地方比较腐朽落后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它本身的结构 就是刚刚张康说的 所谓的文艺片 它表现人性 生活细节 这个 这个 那个 这个 石荒 石荒老大妈 也可以有黄昏链 这个东西都是 我觉得 其实就是好莱坞 其实老掉牙的 但是因为 我们这一年 没怎么去过电影院 对不对 然后就也没人怎么拍戏 所以说这个 这个片子当时就挂在这个名字上 有的时候就看时候 就像我是李幻英是一样的 50亿票房了 其实我看那个片子 我大概看了那个10分钟15分钟 我就崩溃了 我是李幻英 我是李幻英 就是这些 都是这些明星 对呀 明期大呀 对呀 片子本身我也没看出 有什么好 看了 看了 头晕了 沈腾啊 什么上 上什么电影 这个都是飘风宝 对呀 国内那时候没有电影 结果他一出来 就正好占了个空档 这个其实 这个对 对刚刚这个小女孩 说的这些话 其实也是 他其实 这个 也是正好撞在枪口上 然后国内好像 已经也把他 那个讨论他的这个帖子 全部都删了 他还是被禁止讨论了 禁止讨论 我觉得国内还是 这个片子还要排出去的 不然的话 引起国际影响 说起来你控制言论自由 控制成这个样子 真是 其实 其实这个片子的话 你演一演 人家看一看资本主义 多么破络的话 这个小粉红少来一点 大家过得也挺开心一点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 不在国内上 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 第一呢 也确实 是很难看懂 这个片子 国内啊 国内的一些 这个观众 比如说像 喜欢这个 你好李欢英的 这些 他就是 他现在有很多 人家世纪的 有很多优点 就是说 国内的话 就算虚构啊 很少能够 能够这么 细致若微的 体现一个 几层 一个老大妈的 这种生活的 那种状态的 对 而且还回到了 那个时代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说你 他呢 又影射了一下 那个时代 又没有怎么 谈那个时代 到底是怎么样 只是说那个时代 大家人是怎么活着的 你知道吗 然后大家就 有一点怀念 而且主要就是因为 那段时间 没有别的片子 没有什么片子 没有什么票房 然后他这个片子 实际上 也没有什么 用特殊的技术啊 之类的 我估计上档 也比较容易嘛 对 他那个 就500万美元嘛 这个制作成本 不过就是 作为导演来说 他第一部电影的 那个成本 只有10万美元 也得奖了 然后 那个500万美元 也是小制作 所以都用了 群众演员 都是群众演员 对你知道吗 我那次在西雅图 去这个叫什么 李疗吧 我们也叫马萨纸了 里面一个李疗师 就是在好莱坞 做演员的 在爱爱你 是美女给你按摩 是吧 对 它是在RMDB上面 都有那个名字的 演过片子的 你都可能都看过的 就是那种 演外星人啊 什么之类的 在里面的演过的 那种 然后就是因为一年多 没有什么业务 只能这个去 这个自己开了个店 然后在那里维持 然后有业务的时候 才往洛杉矶飞 你知道吗 去拍戏 所以说这个大家都 过去的这一年 大家都挺服务业 尤其是电影业 是属于服务业 这一年其实 像服务业过的 还是挺悲催的 对 过不是多次点钱 可以把它带回家 没有没有 不是带回家 人家 人家见识多寡 这个 见得多 就是能上能下 这种心态其实 很值得我们学习 你知道吗 就是上 可上好莱坞电影 对不对 可以走红地毯 下 可以做 给人做 精油开背 我们再进行广告 广告之后 您是否想要知道 自己当前 是否有资格 接种新冠疫苗 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 如果被告知 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 请访问 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 州卫生部的目标 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 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 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 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本里冠名博主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识餐谈栏目 那我们另一位藏族嘉宾 顾颖春博士 知名网络作家 顾颖春博士网红 刚刚上线 那么我们藏族嘉宾 支持媒体人张黎明先生 是准时上线 我是小元 我们再谈另一个话题 就是国内又在开两会了 然后习近平在小组讨论当中 说了一句话 说现在中国的70号 80号 90号 00号 现在都有条件出去 看看世界 现在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已经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 那他就是一方面好像 作为一国之君啊 能够自嘲当年比较土 另一方面呢 他就是我们中国人很自豪 可以平视这个世界 不用仰视 这样子的就是说 他要脱险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他一再的 谈到中国抗议很成功 所以他就说 这不是一时之运 我们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就是突出一个自信啊 自信两个字 关键这个自信 不仅仅是平视这个世界 还要制度自信 就是说 中国这个制度 就是说领导人可以做到死的 这个制度 很自信 就是说 全世界向中国制度学习 你们觉得 这个平视 中国是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首先他的延期是明年延期吗 任期 任期到一三年嘛 二三年 应该是二三年 因为他 到二三年才讨论 是不是能够进入下一个任期 但是他现在应该 如果要那个的话 就是明显的接班人 要突出出来了 应该 如果就是说 他要找接班人的话 现在应该怎么 现在 现在 对对对 现在 现在没有 就是现在还没有明显的 像我们之前 隔代指定的那些人 不会了 因为不会有了 就已经 人家 基本上已经定论了 就是 要连任 习近平的 习近平接班人 就是习近平 他隔代的人都抓起来了 胡春华也被抓起来了 胡春华 胡春华没有 就边缘化了 就是基本上不谈他了 对 对 然后如果没有新的接班人出现的话 以前就是 以前猜想是那个到年龄 一个叫陈敏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胡春华 就是他们比较年轻 就是应该是最小的 就是政治局那个委员里面 就是有 有可能会接班 或者什么东西 反正在 陈敏尔去重庆了 然后 胡春华是国务院副总理 对吧 就是 就这个 这个职位没有那么 其实啊 我有一个观点 这个 美国呢 用的这个方式 首先不谈这个平事不平事 这个其实是一种受害者心理 就资本主义嘛 就大家一块来做生意了 那么 我其实谈的一个就是美国经常是用大家到美国来过生活上学工作对不对 然后 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把美国的思想灌输给你 然后大家都是一家人对不对 现在看来这个思想好像并不怎么工作 你知道吗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本拉登那时候曾经来美国跟习近平一看的都是住过一年多的习近平在亚华州住过一年多 实际上那时候是外派官员外派他在这个 哎呀好待过 哎呀我对 本拉登也是被派过来 所以过来是作为王子 那时候也是做王子过来培养也是呆了一年多 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本拉登这个有点离题啊就是这个 嗯就是我说作为这种真正的独裁者来说或者说内心有一种对权力欲望的渴望的人来说 美国这种教育方式实际上是就是改化方式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反而会这个加重这个到另外一个方向 对啊你看金正恩对吧也是留学了很多年啊 对吧就学会了怎么对付西方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对这个这次也没有什么平时不平 我觉得其实从这这一次来的话就是说小粉红要是敢到哪里自豪呢 就待在国内啊呃呃呃呃呃呃时间长一点 对不对你其实现在有很大问题你也发现这个来得太多 最后就导致很多东西都呃呃大家自己也找不到工作对不对 你一直找不到工作二是跑到这里来你心情也不好 年轻人心情也不好那跑过来还浪费家里的钱对不对 美国这边又不帮工作 你跑过来 搞得还是挺伤心的 你不管平时不平时 你其实就待在 自哪里自豪 现在这个就是 只是说 现在从上大下 中国人的这个口气 就比以前大多了 而且信心特别足 就是说 那这个跟全民在学习 那个最高领袖的讲话 也有关系 因为他时不时就说一些 那个底细特别足的话 比如说时与势 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的定力 也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 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这种东西 然后都是这种非常大气的话 然后觉得 中国抗议成功了 就是制度上是全世界第一 短折点其实是 发生在2020年的 这个5月份跟6月份 然后西方的这个 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 不是上来了吗 中国是下去了 那个时候中国下去了 都可以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 舆论国内的舆论宣传 就是说外面 但是他也不谈 外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最后牺牲的 对不对 什么样的人感染的 为什么会感染 他不谈这个 他只是谈数字 然后因为国人又特别害怕 这个东西你知道吧 特别害怕这个生与死 这个搞得好像可以长生一样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有好多同学也是这个 就暴露 说哎呀你这个怎么 怎么又死了这么多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多那个什么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所以说 其实这样也好 比如说按照古话来说 你不那个暴露一下 大家都不知道 免得都表面上客客气息的 对不对 其实真正应该分到扬镳 还是分到扬镳 两边其实很多的哲学啊 生存观点啊 其实都凑不到一块 三观不合 三观不合 对对对 你这个经济学啊 什么东西都凑不在一块的 你强行凑在一块 也挺难受的 就是说 所以说其实也没有 没有必要凑在一起 而且人家其实也没有 对你怎么样 你平视就平视了 你要养视啊 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啊 你说 不是 他都不是 平视其实还想 还想要俯视 知道吗 我记上他说这个平视 就是想要俯视 对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理解 我就是说这个习近平 是不是将来 想做到比如说斯大林这种 或者说毛泽东这种程度 你知道吗 毛泽东思想的确是 传播到了 没有 他已经不 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退 退休已经写好了呀 2035呀 2035计划已经在实施了 这个 2035计划都实施了 不是很明白的吗 就是 2035他多大了 对 2035他 他说起来 我做到邓小平那个年纪 但是现在 现在67 现在68 对 现在68了吧 对 这也是 这没办法 但那个 你也知道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变化特别快 没有办法捉摸 而且 从历史上来看 我们过去的这30年 实际上是难得的 这个和平发展的30年 对不对 没有什么大战啊 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啊 其实大家过得还是挺 挺happy 就是一心搞经济的 30年 35年 往前推 往后推 这个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历史上 多数的时间 其实都是动荡的时间 你知道吧 所以说 不知道这一次 到底经济脱钩会脱成什么样 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凸显出来 中国其实比苏联 这个硬扛的这种 军事硬扛的这种 还是厉害很多 因为经济实际上 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命脉啊 这次牢牢的抓住了 还是很厉害 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抓住了西方的 经济的命脉了吗 对啊 我举的例子就是说 你看 帮你家干活的人 干着干着干着 慢慢就变成你的家人了 你不可能把人家赶走吧 因为你说 所有的东西都人家做的 你赶走了 你也不可能自己去做 那你就 那你就难弄了 你知道吧 什么东西坏了 你怎么办 没有 即使没有经济这个环节 中国的这个整体状况 也很难改变 对吧 你看看古巴 经济风走了那么多年 北朝鲜 对吧 穷成那个样子 饿成那个样子 他的整个政治体系 基本上是没有动力 所以不是说脱钩不脱钩的问题 脱钩不脱钩 这个决于美国的决心 你美国如果想剁那条大腿 或者砍掉半串身子的话 还是能脱钩 但是呢 你这么脱钩的意义在哪呢 对吧 你这么 那他就变成一个西朝鲜 对吧 然后退回到八十年代 或者像伊朗 像现在的古巴一样 你还是 就是美国 你把自己伤了一半之后 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脱钩还是不太可能 我觉得这个 这个夸张了 就是美国跟中国经济脱钩 美国变成古巴 这个 不是不是 我说中国变成古巴 对吧 你脱钩的目的 无非就是制约 它的经济发展 那好嘛 你制约了 它变成古巴了 它哪怕变成北朝鲜了 但是你对于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美国的好处就是 以后 北朝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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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鲜 我希望有这种 北朝鲜 就说 一样死几十万 死五十万这种疫情过来 你说呢 一样 这不是好是吗 一样的 北朝鲜对美国的威胁 并不比 其他的区域更低 或者说伊朗 对吧 那都是很小的地方 中国这么大的土地 这么多十几亿人 对吧 你把它变成一个北朝鲜 或者巴西 而不是那个古巴 美国就觉得世界太平了 我不这么认为 对 它主要是 其实就是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也就是五月份的时候 四月份的时候 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突然在医疗设备上卡一身 这个实际上是最过分的一件事情 哪个 在那个 对 口罩 口罩 对啊 口罩还有呼吸机 结果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就变成了 将来真的是有一些紧缺资源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突然来个卡一扎 我不给你造了 不给你弄 或者我不 我很不开心 我觉得其实这 在疫情早期 真的美国所有的医疗物资 全部买空了 全送到中国了 这个 这个是事实 对 我口罩是我五月底才拿到 第一个口罩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买到 我忘了 这个是事实 这个 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 我们现在还没有 没有估计 因为人家想带也没有 就是没口罩 早就卖完了 对对 而且那时候你还忘了吗 那时候 所有超市类的口罩 Safeway 什么任何你们想象到的 任何能想到的地方都没有 都没有 连呼吸 那个医用的呼吸机都没有 全部全部卖完 对 全部买了送回国了 那时候其实 那个特朗普也没办法 很多包机啊 很多包机 西雅图都包出去五六架包机 对啊 他他我觉得那时候 把那种偏 美国很偏的 起码没中国人的地方 他不也 也去 全部 全部 全部买空 全部买空 所以 所以 中国 中国缓过期来 又卡脖子 这个事情都是 不要说了 所以说这没办法 人家也忘不掉 对不对 你 你 这个 当然了戴口罩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 没有 还不说那时候 其实就不好 真正的老年人 我估计 这也是